。 叶倩文和林子祥生活尽兆?没想到如今孙女颜值居然这么高,眼大,皮肤白白。但叶倩文如今却变成这样。 叶倩文不但长相漂亮,也是一位实力派歌手,她演唱过《潇洒走一回》、《祝福》、《焚心似火》等经典歌曲。 在乐坛多年,她赢得了不少奖项。 叶倩文和林子祥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被大众看好,还一直被关上小三的头衔。 和林子祥生活在一起后,两人过非常幸福,性格脾气也很般配。 一转眼林子祥已经70岁了,儿子也早已经成家立业,升级为爸爸。 如今很少露面的林子祥,生活过得悠闲自在,没吃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照看孙女,孙女也很喜欢亲近爷爷。 56岁的叶倩文也开始了发福变胖了,但是气质依然不减当年。 叶倩文已经当奶奶了,从脸上可以看重女神不再年轻,但却依然时尚有魅力。 叶倩文,英语,Sally Lee,1961年9月30日,生于台湾的知名女歌手、女演员,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为华语歌坛中举足轻重的天后级歌手。 1961年,她出生于台湾台北市,幼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维多利亚,因此她只会说但不会写和看不懂中文,成为歌手后必须将歌词用英文拼成国粤语发音。 因家中亲友在中华电视公司内有熟人,故她14岁起就常跟随家人在电视台串门子追星,因为个头高挑,落落大方,有时也会以小莎莉为名。 出现在娱乐新闻花旭,张晓燕,张飞,陆一龙等人都对当时常出没在电视台的这个高挑少女留下深刻印象。 16岁接受模特课程训练,17岁时曾参加温哥华华步小姐,Nix Vancouver Chinatown,选美,但因暑假时间多不在加拿大,社会公益分数不足,故获得第三名。 参考来源